记者刘丽人台北报道,热带性低气压重创南台还未完,周日开始西南气流报道,气象局预估一连五天,迎风面低中南部地区,每天将有200到300毫米左右好雨,南台湾的民众要小心。 中央气象局预报员李孟轩表示,周日报道的西南气流,影响范围主要为南台湾等营风面地区,雨势虽比这一波热带性低气压小,但可能会达到好雨等级,北部,宜兰等地区则要注意局部雨势。 中央气象局副局长郑明典也在脸书贴文提醒,雨未停,水未退,后一周还有西南气流请多关心受灾的朋友,检讨的是,缓缓吧。 这个降雨事件尚未结束,请多关心雨区内的朋友,有些人可能很需要协助。 网友则留言,希望南台湾撑住啊。 南部真的是没完美了,气象专家彭启明也在脸书提醒,周日可能西南风增强,很有西南气流的架势,延续到下周,中南部热区要多留意。